本集乌鸦高校灵兰的死对头杀手集团奉仙的第一代霸主将正式诞生 奉仙之所以能够成为护亚流士仅次于灵兰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位带领奉仙一路绝尘的初代掌门人 上集讲到大空大舞与四门佛陀为了争夺奉仙展开了三场对决 而柳川凭借不要命的打法为四门佛陀赢下了第一场胜利 与此同时乌鸦高校灵兰内新生霸主飞鸟等人也在议论着这件事 他们都十分好奇那所刚刚成立的高校将被什么人所掌控 而未来他们灵兰与凤仙之间又会发生什么 伴随着第一场对决的结束 我道与维也亮的第二场对决也将开启 不过相比较上一场真男人之间的比拼不同 被比的维也亮自然不会与我道正面对决 在前往战场的路上他早就安排手下前往偷袭 不过此时的我道因为这几天的经历早已不像从前那般冲动 深知维也亮为人的他早已猜出对方的阴谋 不过在绝对实力下什么阴谋诡计也是无用的 而维也亮眼见自己的安排竟然被我道试破 便直接掏出腰间的铁棍狠狠砸向了我道 大一下的我道也被这一激进直砸飞 但是对于我道这种长期经历战斗洗礼的人来说 这样的伤害根本不算什么 而维也亮的所作所为更让我道十分不耻 此时的维也亮也被我道所激怒手持铁棍变向其杀取 不过他们二人之间实力上的差距可不是一心半点 只见面对冲杀过来的维也亮我道 直接一击中拳便轰在其的脸上 这一击不仅将维也亮轰飞树米 还将其身上的那份高傲彻底打散 伴随这一拳的轰出我道也替四门佛陀拿下了第二场对决的胜利 而此时这场奉仙争霸赛也正式进入赛点 大空大武与四门佛陀将通过拳头绝出奉仙第一届的霸底 只见战斗的一开始他们二人同时一击中拳便轰向了对方 伴随轰出的拳头一朵血花也在二人身上炸裂 不过这些伤害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影响什么 很快便摆好姿势准备下一轮的对决 而这一次率先发起攻击的乃是大空 不过他轰来的拳头却被四门闪身躲过 同时四门的重拳也向其轰去 而大空眼见自己的攻击落空也顺势又轰出了一拳 伴随着空中传出一声炸裂他们二人的拳头也在同时轰在对方的身上 巨大的力量也令他们齐齐向后倒去 不过仅是一瞬间他们便已起身 在随后的时间里大空与四门也用紧混身解数想要拿下这场生命 伴随一拳拳地砸在彼此的身上 他们那身洁白的笑服此时也被鲜血缩染活 不过即使如此二人也没有一人倒下 但是伴随时间的退役他们也都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在对决中大空也喊出自己压抑许久的秘密 其实他之所以如此痛恨自己那位目前处于林兰顶点的哥哥 是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便带着大哥抛弃了他与母亲 身体本来就不好的母亲为了拉成大空长大最终撒手人寰 这也是他想要成为奉仙之王从而带领奉仙击败林兰的原因 必定只有这样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击败自己大哥 其实与大空相同四门的母亲也在很早便离他而去 所以他十分懂得大空的想法 但是对于这种想法四门是不认可的 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母亲用生命换取他们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那么他们就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如此 于是四门也决定用拳头将其换血 伴随他们二人轰出那全力的一拳 这场对决终于来到了尾声 双方的拳头裹挟着彼此的信念狠狠轰轰在了对方的身上 片刻过后二人中的一人也缓缓倒下 看着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大空 此时的四门也若有所思 至此奉仙第一届争霸赛正式结束 四门佛陀也用绝对的实力成为奉仙第一代的掌门人 至于接下来的故事让我们下集继续 最后请大家长按视频点击打赏送我一朵免费的小红花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